我花十年时间,把许氏从破产边缘发展到上市,翘中当天,许家柔当众宣布,由他的白月光担任总经理,我为公司加班熬夜进医院,他忙着照顾打球扭伤脚踝的他,彻夜不归,我心如死灰,终于放弃,他却求我,你不要走,没有你我根本就没法活,没法活,那就别活了,庆祝酒会上。 许家柔当众宣布,聘请宋子毅为公司总经理,年薪百万,一时间,所有人略带玩味的目光都投向了我,业内人都知道,我是许家柔的男朋友,许是咨询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。 到发展上市,这中间我花了无数心血,从开拓市场到策划案子,都有我一手负责,至于许家柔,只需要高高在上,做他的董事长就好。 而现在,突然空降一位总经理,替代我的位子,相当于明晃晃地打我脸,比起其他人,许家柔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的尴尬,他的目光一直都在宋子毅身上。 他挽着他的胳膊,陪他各处周旋,结实圈子里有头有脸的人物,还不时仰头宠他轻笑,眼神中的娇羞和爱慕,一如当年,酒会上的空气太糟,我拿了杯红酒去到露台上,喝得太猛。 酸涩的液体滑入喉咙,呛得我磕出来,夜里,你没事吧?我抬头,跟我说话的是楚西,首付楚家的大小姐,我放下手里的杯子,我没事,切,还在逞强,楚西一屁股坐在我身边,人家都踩到你头顶了。 不关你事,只要佳柔愿意,我怎么都行,考虑一下,来处事,老家伙不死,我不去,楚西探过身子,盯着我,人家就情复燃,整天在一起轻轻握握,你看得下去,许佳柔是我女朋友,我会看好她,用不着你管,嘖嘖,还嘴硬,我就不明白了。 那个许佳柔有什么好,账相,气质,家世,能力,没一样配得上你,偏你就那么纵着她,你是有资孽倾向吗?我握紧拳头,你再啰嗦,我就不客气了,好好,我不说了,臭脾气跟小时候一样,楚西把她和我的杯子都倒上红酒,递到我面前,来,陪我喝一杯,我接过来,跟她轻轻一碰,仰头喝下,夜里, 你什么时候跟楚总这么熟了,语气中带着点酸味,我回头一看,许佳柔挽着宋子义,站在身后不远处,楚西挑了挑眉,许佳柔,你要是不能重用夜里,就别怪我们楚氏来挖人了,说完,她痴笑一声,转身离开,许佳柔看着她的背影,不满地问,她什么意思? 想挖你去楚氏,不过是随便聊聊,我不想多说,我知道你不会去,她顶多给你个部门经理,在许氏可是当副总呢,从总经理贬成的副总,我无语,宋子义对我温和地笑笑,夜里,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,我上任之后,还需要你多多辅佐, 我淡淡说,不必了,我没有辅佐别人的习惯,我知道我取代你的位子,你不高兴,宋子义一脸歉意,其实我也不想这样,实在是佳柔说,公司上市之后,缺少高端人才,她一再劝说,我不好拒绝。 高端人才,我没忍住,问,宋先生在国外这些年,就职与哪些大公司,宋子义的温文尔雅,出现一丝裂痕,夜里,我好不容易才把子义请回来,你不要闹了好不好,许家柔冲我发脾气,不就是一个总经理的位子,你非要跟子义争吗? 我已经让你当了十年,就算轮也该轮到别人了。子义在国外拿的硕士学位,你给他当个副手,也不算委屈。 佳柔,只要你说话,我可以卸任总经理的职位,但当副总,就不必了,给人做嫁衣,已经很惨了。 我不想再做舔狗,反正我和佳柔也快结婚了,还不如退出公司,享受一段时间的家居生活,宋子义插了一句,夜里,我刚回来,业务还不熟悉,你这样贸然放手,只怕会给佳柔的公司造成损失。 但是,子义,还是你替我着想,看着他对他娇笑的样子,我心里一沉,交往十年,他对我一贯娇蛮任性,我以为他就是这个星子,没想到是因人而异,夜里,这个副总你必须得当,我要你在三个月之内,把手头的业务和资源都交给子义,佳柔,我。 不许说不,许家柔气呼呼地说,你要是在屋里取闹,就把阿花还给我,我不想让他跟着一个小气的男人,好吧,宋子义含笑看着我,眼底尽是得意,许家柔是懂得拿捏我的,交往十年,我对他百依百顺,偶有争执,只要他提到阿花,我就败了。 阿花是许家柔小时候送我的一只猫,十岁那年,父母离异,母亲带着我净身出户,从天之骄子,跌落成凡人,同学对我各种取笑和奚落,只有许家柔,没说什么,偷偷在我书包里塞了一只小猫,那是一只刚出生不久的猫仔。 花纹凌乱,还有点脏兮兮的,就是他,成为我后来很多年里唯一的伙伴,眼下,阿花就趴在我怀里,他已经是十八岁的老猫,据说相当于人类的八九十岁,我很珍惜他剩余的时光。 只要我在家,就会抱着他,阿花撵我,却对许家柔不亲近,许家柔也不喜欢他,从我怀里抢过去,扔在地毯上,我弯腰抚摸阿花,让他去一边玩,加油,我们说好,公司上市之后,就筹备婚礼,你看婚期定在什么时候,许家柔脸色不自然,还有好多事,没准备,再等等吧。 你只需要挑选婚纱和礼服,其他琐事交给我就行,你一天就想着结婚,结婚。 许家柔烦躁的在屋里走来走去,你就一点不替我想想,子役刚回来,业务没上手,还有两个大案子进行到一半。 我哪有心情结婚,你放心,我会帮他把这两个案子做完,我双手搭在他肩上安抚他,晚上一起吃饭吧,我做了你最爱吃的松鼠桂鱼,许家柔打掉我的手。 我约了子役,见客户,你自己吃吧。 接下来的半个月,我每天带着策划部的人加班到半夜,一方面是客户要求的时间节,另一方面是方案一改再改。 送子役上任后,每个策划方案都要经过他的审批递上去之后,他每次都会打回来,方案不行,拿回去重做,改了一版又一版。 始终不能通过,问他哪里有问题,他又不说,最后策划部沉经理极了,这是叶总带人熬了几个通宵做出来的,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。 宋子役,光尽力不行,我要的是完美,宋总,你看哪不好,你说出来,我们按你的要求改,你们干了这么多年,连哪有问题都看不出来,以前是怎么混的。 宋子役的目光扫过大家,最后落在我身上,沉经理气得脸通红,许是这些年做过的策划案,在客户中一只口碑很好,宋子役脸一沉。 你的意思,是我没眼光,沉经理不吭声,直接来个默认,既然你认为我不行,就不要在我手下干了,你现在就去财快领薪水,明天不用来了。 你什么意思,我在许事干了这么久,从来没出过错,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,我是总经理,只要我愿意,可以开除任何人,争执间,许家柔从外面进来,吵什么呢? 李老远就听见了,家柔,你来得正好,宋子役一脸黯然,这个总经理我当不了,我看我还是离开好了,许家柔扫了所有人一眼,子役发生什么事了? 陈经理他们都是叶副总带过的人,我没有能力管理,抱歉让你失望了。 一句话,直接把矛头指向我,夜里,你是不是又为难子役了? 许家柔瞪着我,我说,陈经理他们拿出好几版策划方案,宋总都不通过,我们只是问问,到底哪里不好,这不过分吧? 我只是想力求完美,把每一个方案都做到极致,给公司带来最大收益。 家柔,我这样做有错吗?你做得很好,许家柔拍拍宋子役,安抚他,你都是为我着想,陈经理不服从指令,当众反驳我,影响公司凝聚力,我只能杀意警百。 好,许家柔想都没想,就说,陈卓,你明天不用来了,我求情。 家柔,这件事跟陈经理无关。 是我?我还没说完,就被许家柔冷冷打断,他敢这样顶撞子役,不就是因为有你撑腰?今天我把话说清楚,这个公司是我的,我让子役当总经理,他就是你们大家的上司。 他说的话,代表我的意思,谁要是不服从,子役有权辞退他,这一点,对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效。 说到最后一句是,许家柔的目光射向我,他在做给大家看,没有人可以违抗宋子役,也包括我。 陈经理最终还是被宋子役辞退了,甚至,连让他主动申请辞职都不行。 陈卓跟了我五年,能干有忠心,我不能做事不管。 他临走那天,我拨通储席电话,我手下有一个很能干的助手离职。 你那边要不要人,你介绍的人肯定差不了,明天让他去人事报道,放下电话,我对陈卓说,如果你愿意,明天拿我名片去处事,他们会给你安排合适的职位。 谢谢叶总,陈卓的泪丧瞬间化为惊喜,毕竟,处事是商业巨头,能进这种大公司,机会难得,临走前,陈卓一再嘱咐我要当心,现在的许事就跟风神里的昭歌一样,许家柔被宋子一迷了眼,你这个正宫一定要小心。 送走陈卓,又下腹隐隐作痛,当初创业那几年,经常熬夜,加上饮食不节,落下了慢性蓝尾炎的毛病,这几天连累带气,又发作了,我正要拿药吃,策划部的人进来,问我方案怎么改,重新打印一份,过两天送给宋总,这,行吗? 按我说的办,出了事我承担,三天后,方案重新交上去,宋子一再次打回来,理由是,还不够完美,再打一份给他,一周后,宋子一终于通过,大家忙了这些天,都很疲惫,我让他们回去休息,一个人完成收尾工作,这几天熬夜没休息好。 又下腹一直在疼,今晚愈发厉害,我拿出药吃了,想着明天去医院看看,半小时过去,没见任何好转,反倒疼得直不起腰,我捂着肚子,心直挺不下去了,这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,公司同事都走光了,我拨通许佳柔的电话,佳柔,你在哪,能不能过来接我? 他好像在室外,能听见呼呼的风声,什么事,你一个大男人用我接,我有点不舒服,说这话时,我已经额头见汗,哦,你现在在哪? 他话音刚落,电话那边就传来哀悠一声,怎么了,让我看看,他声音中透着焦急,脚,好像扭了,是宋子一,天啊,严不严重。 不清楚,感觉好痛,不行,现在我就送你去医院,许佳柔顺手按掉通话,彻底忘了,电话这边的我,腹痛实在难忍,我拨通楚西的电话,他飞车赶来,把我送进医院,急诊医生检查过后,说我是蓝尾炎急性发作,需要手术,楚西抱怨,这么大人了,还不懂得照顾自己。 说归说,他跑前跑后,帮我交款,办住院手续,我一个人躺在角落里,为了缓解疼痛,无目的地刷着朋友圈,十分钟前,宋子一刚发了一组图片,许佳柔与医生交谈,为他喝粥,对折他笑。 把他缠着绷带的脚踝放在腿上,配吻,有人心疼,真好,我的心控制不住的一阵脚痛,交往十年,我对他百依百顺,亲近我所有,爱他,照顾他,守护他,仿佛已经成为流淌在我血液里的责任, 我从没想过,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回报,但这一刻,他那关切的眼神,娇嗔的笑脸,让我猛的醒悟,他从没对我这样笑过,他看我的眼神,从没包含过爱意。 怎么,吃醋了,楚西不知什么时候回到我身边,这段时间,他们两个在各种场合出双入队,我还以为你早就习惯了。 我额头冷汗层层,我,我不知道,我还以为你,为了当年那点恩典,担心要当仁者神规呢,几个护士过来,推我去手术,楚西拉着我的手,一直送到手术室门口,别怕,姐会在外面陪你,等你出来,手术完,我要吃海鲜粥,好,我叫人弄两只帝王蟹,现在就开煮,我痛得呲牙,嘴角却翘了起来。 还好,我也有爱我的人,因为术后要排气,第三天我才吃上海鲜粥,可怜了前两天无辜牺牲的几只帝王蟹,这几天,楚西一直在医院陪我,还要抽空去我家喂阿花。 他把能推的工作都推了,特别急的文件,就让秘书拿到病房来处理,等我烧好点,打开手机,几百个电话和信息扑面而来,都是许家柔的,我还没来得及回复,电话就进来了。 夜里,你在哪儿,为什么不回我电话?他则问道,我刚做完蓝尾炎手术,在住院,这样啊,他似乎气消了一点,你哪天能出院,这边客户催了? 急着要策划文案,我身体没恢复,医生让我留院观察一周,我罕见的在他面前示弱,你在医院,反正也是躺着,我让人把笔记本送过去,你尽快弄出来。 好,放下手机那一刻,说不失望是假的,这两天躺在床上,我一再说服自己,他那天选择陪送子毅去医院,而不是我,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病了,也需要人照顾,如果他知道我在住院,也一定会像对他那样,来照顾我。 然而,事实就这么打脸,没有关心,没有陪伴,我只得到了一个笔记本,许家柔是和宋子毅一起来的,你看,子毅多关心你,脚上有伤,还特意来看你,宋子毅宠他笑笑,这几天由你照顾,我已经好多了,他是来扎我心的吧,我不想看他们在我面前表演。 试一把笔记本留下,就可以回去了,夜里,你要抓紧点,要不然,子毅跟客户不好交代。 男朋友躺在病床上,问都不问一声,就想着业绩,跟你在一起十年,头一次见你这么重视工作,我一个没忍住,语气变得刻薄,许家柔愣了一下,兰尾炎不是小毛病吗? 我想着你,一向身体好,应该没什么的,他炖了一顿,你想吃什么,我晚上给你送来,他这么一说,我的心又一下子软了,算了,你去忙吧。 我这边有护工,我又想起一件事,对了,你最近几天抽时间,晚上去喂喂阿花,前两天是朋友帮忙喂的,他也忙,不好老麻烦人家。 好,我知道了,许家柔抱怨着,不管到什么时候,你心里都记挂着他,不就是一只猫吗?那是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,我当然宝贝了。 许家柔脸色有些不自然,说公司有事,就叫上宋子毅走了,我躺在床上,心里莫名有些悲哀。 我是对感情多没自信,才沦落到哪一只猫在情敌面前示威,正想着宋子一去而复返,还有事?我问,他站在那似笑非笑,夜里,你刚刚说的阿花,就是家柔小时候送你那只吧?是啊,算得上我们的定情信物了。 他仿佛听到全天下最好笑的笑话,那只猫根本就不是什么礼物,不过是只路边捡来的野猫,没想到你会对他那么长情。 不可能,我猛地从病床上坐起来,你别想挑拨我和家柔的感情,是他亲口跟我说的,你父母离婚,当时好多同学欺负你,家柔在路边看到一只刚出生的野猫捡来塞你书包里, 回头就向老师告状,说你带宠物上学,你回想一下,你后来是不是挨老师批评了,看着我无语,他越发得意,在你眼中雪中送炭的温情,不过是别人用来搞你的恶作剧。 所以,别再抱着这份感情不撒手了,许家柔从来就没喜欢过你,他只是把你当作填补空虚的备胎,现在我回来了,你就该离开了,不过还是要谢谢你,把许事打理得那么好,然后交到我手上,哈哈哈哈,宋子一走了,他的声音却一直回荡在我脑海里,阿花不是许家柔送我的礼物, 只是他对我的一次捉弄,至今,我仍清晰地记得,老师打开书包揪出阿花时,许家柔对折我笑,当时的我,以为那是善意的鼓励,原来却是得逞后的脚侠,回忆,让我的信念瞬间坍塌。 原来自始至终,是我在自作多情,出院那天,楚西送我到楼下,他还有事,先走了,打开大门的那一刻,心头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预感,以往我下班回来,阿花听到声音,都会等在门口,阿花,我叫了几声,没有动静,我冲进去,在沙发后面的角落里,发现了他,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 已经硬了,装猫粮和水的两只碗,都是空的,许家柔没来喂食,阿花是被活活饿死的,我抱着阿花,身子控制不住地发抖,那个原本温软的小家伙,现在躺在我怀里,僵硬而冰凉,我找来一个漂亮的卡通纸箱,把阿花放了进去,还有他喜欢的玩具,他的猫碗,在附近公园的一棵树下, 我挖个深坑,亲手把他葬了,阿花,在陪伴我十八年后,终于走了,他见证了,我对许家柔的感恩,思念和痴痴爱恋,他的离去,也斩断了,我对许家柔的最后一次牵挂,第二天,我到公司,递上辞职信,两件事,第一,辞职,第二,分手, 许家柔坚声说,夜里,你疯了,又在闹什么,阿花死了,饿死的,许家柔愣住,好半天才,孽如岛,我这两天公司太忙,才忘了去喂食, 我提醒过你,不少于三次,那又怎么样,就喂了一只破猫,你就要跟我分手,破猫,我呵呵笑了两声,也是,对你来说,阿花不过是一只捡来的野猫,一个恶作剧的工具, 你乱说什么,许家柔目光闪烁,不是你亲口告诉宋子意的吗,我冷笑,别再装了,既然你喜欢的是别人,我们分手好了,我不同意,许家柔恼羞成怒,即使要分手,也是我来提,还有,你的辞职信,我也不批准,批不批是你的事,从明天开始,我不会再来公司,从现在开始,你也不再是我女朋友, 夜里,你这个混蛋,你到底在发什么疯,我平静的说,我没发疯,只是对这份感情失望透顶,许家柔,你不是喜欢宋子意吗,我给你自由,以后,你们两个就可以锁死在一起,永远不用分开,过往的包容忍让,让许家柔无法接受眼前的我,见我往外走,他大发脾气,把桌上的文件都扫到地上,夜里, 你今天要是敢从这里离开,就永远别想回头,我是不会原谅你的,我被对他挥挥手,毫不留恋地离开,就像楚西说的,没有价值的感情,就应该像那条栏尾割了算了。 我从公司离职之后,收拾个小包,买张机票,去了东南亚的某个小岛,十年来,每天都在拼死拼活的忙,一朝放松下来,躺在碧蓝的天空下,晒着热带阳光,听着海浪的声音,有一种让人沉迷堕落的惬意,好景不长,不到半个月,就有人找来。 楚西,夜里,我病了,我从沙滩椅上一咕噜坐起来,上次听到这句话,还是我妈患肺癌那次,你怎么了?我的声音有点陡,毕竟,她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,生物学上的那个父亲除外,医生说,我的消化系统出了问题。 如果发展下去,可能会变成肠癌,怎么会这样?你的身体不是一向很好吗?我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,爬了一点,你别怕,现在还没到那种程度,医生只是建议我不能太劳累,要好好休养。 我摸把泪,那你把工作停了,来跟我一起度假,她摇头,不行啊,老巫婆的两个儿子一直虎视眈眈,想要进入楚市高层,我要是退下来,老头子一定会安排他们接我位子,楚市可是外公留下来的家业,我不能让他落到外人手里,要不是为了这个。 当初爸妈离婚,我又怎么会跟那死老头子?我,那你也不能不要命了,那也没办法,我就算这条命不要了,也得守住外公家业。 除非,他顿了顿,你来帮我,我审视他办上,你是不是在骗我,就为了让我回处室,他掏出一张纸,给你,检查报告,我展开看了又看,上面写了一堆医学术语,最下面结论是,大肠膝肉,他见我一脸疑惑,解释给我听,我这种膝肉跟一般的不同,比较危险,属于癌前疾病,你可以百度的爱。 我知道你恨老头子,自从妈跟他离婚后,就再也不肯见他,没事,姐一个人跟他们斗,只要你开心,我将来下去见了妈,也好交代,我鼻子一酸,姐。 你别说了,我跟你回去,真的,会不会太为难你,你付出这么多年,也该轮到我了,我们姐弟携手,把老巫婆和他儿子都赶出处室,好,还有老头子,统统踢走。 我紧紧抱住楚西,感受着久违的来自至亲的温暖,丝毫没留意到,柔软的沙滩上,被他用高跟鞋划出大大的叉,我和楚西成同一架飞机回国。 第二天,我就坐上楚西咨询总经理的位子,外公当年就是靠咨询策划起家,咨询公司在整个集团内地位独特,他只有我妈一个女儿,又无意从商。 就培养女婿当了继承人,可他去世不久,楚静远就在外面有了女人,我妈无法容忍,要跟她离婚,分家产时,才发现公司早成了空壳,所有资产都被转移到他成立的楚氏名下,我妈带着我含恨离开,几年后欲而终,没有人比我更知道妈的遗憾,我一定要亲手把公司抢回来,楚西事先打好招。 加上我在咨询业多年的声望,接手公司非常顺利,他临走时问我,许家柔那么对你,用不用我给你出气,不用,我自己的事,我自己来,大家都是做一行的。 难免碰上,你不会手软吧?我是因公费司的人吗?我能把许氏捧到现在的位子,也能把他打回原形。 好,这才向我老弟,楚西开心的走了,上任第一天,我就把陈经理调到我的总经办,陈卓乐的合不拢嘴。 哇,我运气这么好,又可以跟着叶总了,我说,先别乐,有一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你。 我递给他一份名单,上面都是许氏咨询策划部的骨干员工,你去跟这些人接触一下,看有没有愿意过楚氏这边的薪水翻倍,没问题,这是交给我。 其实这段时间,我跟许氏那边的人私下还有联系,他们中很多人都想跳槽了,宋子义就是个外行,根本啥都不懂,天天在那瞎指挥。 好好的策划案,今天这么改,明天又那么改,大家无所适从,都是一肚子怨气,我原以为宋子义只是针对我,没想到他对别人也这样,他这么胡来,许家柔没说什么,宋子义可会了,做得好的都是他的功劳,做得不好都是别人的错。 最可气的是,许家柔像被夺赦了一样,就听他的,好事啊。 我挑了挑眉,你把人都挖过来,单独成立一个部门,由你负责,专门去跟宋子义打擂台。 好嘞,您就等着好消息吧。 陈卓一想到能收拾宋子义,兴高采烈的去了,我微微一笑,许氏,微矣,不出我所料, 宋子义的各种骚操作,搞得许是内部天怒人怨,策划部的人,本来就是我从各处挖来的,一听说我招揽他们去处事,而且薪水翻倍,干脆十多个人集体地上辞呈。 最好笑的是,宋子义以为这是策划部的人为我出气,故意拿捏他,居然想都没想,大笔一挥,全都批准了。 等许家柔第二天出现在公司时,这些人已经入职处事,许家柔站在空荡荡的策划部,有点猛,你把人都放走,以后公司怎么接火? 宋子义信心满满地说,那些辞职的都是叶黎的亲信,他走了,他们也不肯好好干活,还不如打发走,再招聘新的员工,许家柔没说什么,但当天下班,就来处事独我。 夜里,你和楚习到底是什么关系?许家柔,你想说什么?是不是我们分手前,你就已经跟他在一起了?我冷笑。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和宋子义?难道不是吗?许家柔抓着我手腕,长长的指甲嵌入我的肉里。 你刚从许氏辞职,楚习就把总经理的位子让给你,你还帮他把许氏的人都挖过去。 你敢说,你们俩之前没有苟且,宋子义是单身,他有资格追求喜欢的人,你呢?一边跟我在一起,一边抱上楚氏的大腿,你才是真正的渣男,你连给宋子一舔脚趾都不够格。 许家柔,我在你心中就是这样的人,我的手腕被他握得生疼,然而更痛的,在胸口的位置,他是我的初恋,交往十年,我是用心去爱的,宋子义在许氏破产时抛弃他,出走十年,他从未说过他一句不好,我陪他共度难关,扶大煞与江青,他却是对我恶语相向,这就是我以为可以携手一生的女人。 我问,你知道我七岁之前叫什么吗?许家柔愕然,不明白我要说什么,七岁那年,我父母离异,我跟了母亲,从此随母姓,在此之前。 我叫楚离,我是楚西的亲弟弟,这回你懂了吧?许家柔仿佛遭到雷击,一刹间脸色惨白,对不起,我不知道是这样,我刚才只是口不择言,冲口而出的话,才是发自内心的。 许家柔,谢谢你,把我对你的最后一丝感情亲手斩断,许家柔神色中带着慌乱,夜里,我承认我错怪了你,但我跟宋子义真的没什么。 你让他在公司当总经理,取代我在公司的位子,你让他揽着你的腰,出席各种公开场合,我兰尾言发作,你为照顾崴脚的他,挂掉我的求助电话。 如果这还不算爱情,那什么才算呢?别再骗自己了,你已经在我和他之间做出了选择,许家柔放低身段,要求道,夜里,我承认我做得不够好。 你回来吧,许是不能没有你。 回去,你想让我回去,继续看着你和宋子义亲亲我我,我看着他,淡淡地说,许家柔,我们已经分手,从今往后,就是路人,无论过往,宋子义说到做到,以低于市场价的薪水,招来一批策划人员。 不久,因为一个大单子,楚氏和许氏正面交锋,我把这个案子交给陈卓负责,我给你个机会,跟宋子义单挑。 你不要给我丢脸,谢谢叶总。 陈卓摩拳擦掌,我一定会把他按在地上摩擦,摩擦在摩擦。 陈卓当了五年策划部经理,有独挡一面的能力,他带着许氏过来的策划人员,熬了一周,拿出整套方案。 竞标那天,我和陈卓与许家柔,宋子义迎面碰上,当天参与竞标的有四、五家公司,最有希望夺标的,就是楚氏和许氏,抽签决定。 楚氏最先出场,陈卓侃侃而谈,方案详尽,数据详实,对方负责人提出几个问题,陈卓都能对答如流,等到了许氏,宋子义出场。 说了没几句,我就笑了,有句话叫,行家一出手,就只有没有宋子义的方案,大约是从以往的策划案里八个框架,再从网上搜索一些数据填充进去,然后就拿出来见人了。 他大概也有些心虚,一边讲方案,一边不识宠招标方的女负责人,亮出招牌微笑,我蹦不住了,在这种场合走美男路线,真有他的。 许家柔也一旁,脸色越来越难看,竞标结果出来,不出所料,楚氏拿下这个大单,陈卓美滋滋的到我面前邀功,叶总,这一仗打得怎么样? 漂亮,再接再列,好嘞,您就请好吧,圈子就这么大,接下来的几个月,楚氏和许氏频频碰面。 陈卓卯足了劲,次次都把宋子一打得惨不忍睹,许家柔终于忍不住了,又一次找到了我,夜里,许氏是你一手做大的,你真想让他垮掉吗? 我淡淡的,你想说什么?你明知道宋子一能力有限,为什么要追着他打? 大家是同行,抢业务是免不了的,各凭本事,夜里,就算我们分手,可你还有许氏10%的股份,你就忍心看着许氏破产。 你不说我倒忘了,当初许氏快破产时,好多股东都在抛售股份,我为了稳定军心,借钱从人手中买过来的。 我给他两条路,要么你以市场价收购我的股份,要么我把这些股份卖给别人,夜里,你非要这样吗? 许家柔焦躁地说,我们不要把感情的事带入工作,你一向都很专业的,是啊,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谈工作,我耸算间,自从你聘用宋子一当总经理后,公司业务一再下滑。 我为了个人利益着想,不想继续持股许氏了,可是,我手头没有那么多资金,那我可以卖给别人,但你的控股权就不一定能保证了,许家柔是最大股东。 持股45%,我持股10%,还有45%的股份,分散在其他股东手里,失去控股权,许氏就不再由他掌控。 他这个董事长的位子,也就岌岌可危,夜里,我不信你会对我做得这么绝,那你就等着看好了。 我联系各方有意向的买家,商讨出售许氏股份,动静闹得很大。 业内的人都知道了,宋子一生怕许家柔失去控股权,他这个总经理也要随之下台,他劝说许家柔动用公司所有的流动资金,又把现在住的别墅做了抵押,这才凑够钱买回我的股份。 自此,我与许氏以及许家柔不再有任何关系,进了楚氏,我才知道,许氏这几年能够突飞猛进,跟楚西的承让不无关系。 咨询公司是外公当年一手创办的,楚西接手后施展铁腕政策,对内进行大换血,中高层都是他的亲信,对外发展业务,在国际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,国内的咨询公司。 与楚氏竞争,鲜少有胜出的,唯独与许氏碰上时,楚氏会主动避让,这才给了许氏崛起的机会。 不过,现在由我来执掌楚氏咨询,许氏就没那么好运了,我把策划部拆分成两个部门。 楚氏原有的策划部,主要做高端客户,陈卓带的那批许氏老员工,另外成立一个部门,专作中低端市场。 陈卓这家伙,每次向我汇报工作时,都不忘来点八卦。 我听人说,许家柔最近从国外聘了一个策划总监回来,为了这事,宋子义天天在公司跟他闹,弄得许氏跟个菜市场似的。 许氏新来的策划总监被宋子义年跑了,许氏现在的策划案简直没眼看,在业界的口碑越来越差了。 听人说,许氏现在资金吃紧,许家柔的别墅都被银行收走了,他现在租个房子,在外面住呢,许家柔和宋子义昨晚又吵架了,今天上班的时候,脸上挂着两个黑眼圈。 我纳闷,你在许氏那边安监控了,怎么有个屁大点事,你都知道。 陈卓孝,原来策划部的工作群,现在已经成了聊天群,还在许氏的那几个老人,天天在群里怨天怨地的。 这样啊,我微笑着,看向窗外的落叶,抛出一句霸总雨露,天凉了,许氏该破产了。 最新的财务报表中,许氏营业收入断崖式下滑,亏损几千万,股价应声下跌,股民们纷纷抛售跑路,连续十几个跌停板下来,许氏面临退市。 十年前的场景在线,许家柔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,上一次,由我帮他负重前行,这一次,再也没有人帮他了,许家柔又想起我。 他在公司门口连着赌我半个月,终于拦住我的车,夜里许氏要破产了,你快帮帮我,宋子义是许氏总经理,你应该找他商量才对。 他大哭着说,那个混蛋,一看不好,连夜买机票跑去国外,我根本就联系不上他,哦,这样啊。 隔着车窗,我温柔地看着他,家柔,这是你自己做的选择,就要认赌服输,夜里,你不能对我这么绝情。 他扒着车窗,哭得很惨,这知道自己错了,离得离谱,求你原谅我一次,夜里,没有你,我和许氏都没法活下去。 抱歉,我很忙,没时间帮你,如果你实在没法活,就不要难为自己了。 保镖上来,把他拖到一边,车子开出,到后镜里,许家柔贪软地坐在地上,他似乎不相信,我会说出这么绝情的话,我没骗他,我真的很忙。 储夕趁着老头子有病住院,掌控了整个储氏集团,他在公司内部进行大换血,重要位置都安插上自己的人,老巫婆和他的两个儿子急了,疯狂反击,却被储夕设计拿到挪用公款的证据,告到老头子面前,老头子年轻时风流,岁数大了,开始注重血缘传承。 尤其是,看到我回到储氏,哪还把那两个妓子放在心里,被储夕哄得让出董事长位置,还把公司大多数股份都转到我们俩的名下。 储夕当上董事长,办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老头子送到国外,从机场回来,又把老巫婆母子赶出家门,老巫婆大哭着,骂储夕不孝,要找老头子。 储夕冷笑,我把她扔去北欧养老院了,你要不嫌冷,就去找她。 不过,就算找到也没用,股份都在我和叶力手上,她要是敢说个不字,我连她养老院的费用也停了。 老巫婆不服气,跟两个儿子商量,要绑架储夕,可我们早有准备,直接做个局,把母子三人送进去采风刃机了。 半年后,储夕集团改名夜市。 清明,我和储夕,哦不,她现在改名叫夜夕了,一起去扫墓,她放好鲜花,我摆上忌铁,夜夕,外公,外婆,妈妈,我和小黎来看你们了。 我,我们已经拿回公司,现在的夜市,在姐姐带领下,发展很好,你们就放心吧。 说到这,我转头看夜夕,姐,你这段时间也没好好休息,改天我陪你去医院复查。 夜夕愣了一下,查什么,你那个肠膝肉啊。 她潇洒地说,当时检查出来,直接就切了,已经处理完了,你不是说属于癌前膝肉,很危险的。 我瞪着她,你竟然骗我,害我担心那么久,哎呀老弟,我不骗你,你能跟我回处事吗? 她伸手揽住我肩膀,姐没病,你该开心啊,可是你,喂,老妈可看着呢,你当她面跟我发脾气,她在下面也不安心的,好吧,服了你了。 我也搂住她肩膀,笑着说,妈,你看,老姐欺负我,我都没生气,我们姐弟俩感情好着呢,夜市在我们姐弟的共同努力下,发展迅猛,如日中天,这天,有客户找我谈生意,约在一个高档酒吧。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许家柔,客户为了活跃气氛,叫了几个陪酒女郎,她就是其中一个,她看见我,眼眶立刻就红了,可她不敢哭,强颜欢笑,陪着那些人一杯杯的喝着,取终人散时,我最后一个离开,许家柔拉着我的袖子,不肯放手,夜里,我知道错了,你就原谅我吧。 她跪在我面前,痛哭流涕,你以前那么爱我的,每次我做错事,你都舍不得说我,我现在吃过苦头,也受到惩罚了,我知道全天下男人,只有你对我最好,对我是真心的,以后,我会做个好妻子,一生爱你,太晚了,我抽出袖子,轻轻打了打,许家柔,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对我说爱了, 在她撕心裂肺的哭声中,我起身离开酒吧,离开了她的世界。